爬楼梯运动真的会磨损关节吗 张医师鼓励爬山爬楼梯运动 但很多医生都说腿有问题不能爬楼 怕会损耗关节 可否请您解答一下 他这个问题问的不够详细 他说很多医生都说腿有问题不能爬楼梯 问题就是腿有问题什么问题 是腿痛呢腿僵硬呢腿抽筋呢腿脏呢 而不能爬楼呢 还是你去做检查 医学检查说你已经关节磨损了 所以不能爬楼 那你为什么又会去检查 是不是腿又有什么不适感 像这种问法就是非常的抽象 腿有问题 什么问题 就不讲 我只好去想 你腿有问题 是不是走不动 或是挤起来很重很沉重 或是根本动一下膝盖就会痛 或是脚踝会痛 或是坐骨神经痛 反正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不出你到底要问什么 好但也没关系 我就把这个腿有问题这四个字 因为你就是讲一个很抽象又不讲一个具体 我就用原始点来这样解释吧 你腿有症的不适感 一定有一个不适感你才不能爬楼 拉松你腿所有的问题 包括刚刚提的坐骨神经痛也好 脚脏痛 甚至挤起来好像蛮僵硬 挤不大起来 或是脚踝痛 这些种种问题 包括坐骨神经痛 这些你只要拉松 全部腿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大开关一拉开就好了 为什么不做而且磨损了 磨损是一个果啊 果怎么会伸出你的不适感来呢 会造成你腿有问题呢 那个又不是又犯了一个果生果的问题了吗 所以西医那个逻辑是不通的 他把好损关节当作因 也就是到果为因 而说果生果 所以你耗损了 你那个腿就更有问题 这种逻辑完全不通的 这个在我们疾病已衰老 也已经讲过好多次 好 那我的回答就到这里